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今广说等者 始终略眼惊异 第十课 善根清静 分两课 第一课 总辨善根 分两课 第一课 止痛钳 这一段文的《批询记》 《批询记》 于如前说 《批询记》如今广说等者 《词中略眼经》里面说的道理 是解释前面的菩萨不共妙行 随顺世间非世间性 解释这句话的含义 一 奢受有情形 二 愿丽受生形 这里分这么多课 分七课 这个《奢受有情形》 这个《奢受》这两个字 大概姚依讲 他说姚依你 《奢受》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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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一点差别 《奢受》有随顺你的意思 《奢受》 《奢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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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调伏裂秤性 调伏这个裂秤 有可能是裂秤 只是小秤佛教学者 就是没有大秤那么殊胜 所以叫做裂秤 我们凡夫的心里 就是赞叹好 要说你不如云家 说你很裂 就不高兴了 这是凡夫境界 佛菩萨用这个字 只是表示这件事不殊胜的意思 佛菩萨并没有青色印和印的意思 但是凡夫可能听见这个话 就不高兴了 所以凡夫要能自脚的话 应该脚悟 这是贾力的名言 你不要不高兴 你不要不高兴 这个我们看律 看我们出家人的这个广律上 那个佛也随时就呵斥 你欲斥 啥啥这样呵斥的 那这样子实在来说 你佛肯呵斥你 你这个人还是有善根的 你要现在的人 你能看见佛都不能 这个你为什么不说见法 说见佛 这是顿根因是要见佛 立根因是见法 谁是立根因啊 我看我看是顿根因特别多 应该说见佛 说见佛 文法能把你的根性能够转变成立根 然后才能见法 如果你对佛法不那么明白啊 你文慧私慧都没有 你能见法吗 所以应该说见佛 见佛是对的 这个调伏列秤性 这个是如文意志 这个如文容易明白的 无受用诸欲行 这个受用诸欲 是指什么说的呢 是受用隐私 这是个隐私 也是欲 这个睡梦 睡眠也是欲 那么这个睡眠 也就是会做梦 梦等境界固 受用这些境界 这叫做受用诸欲行 六求欲差别性 这个求欲的差别 指什么说的呢 是老病死 魔境界固 佛菩萨度化众生 他事先一个老 事先病 事先死 事先魔境界 那就是求欲差别性 七转型 此夫有三种不同 一是转外道 转化外道 二是随他心 随顺别人的心情去做事 三是随众软 随大众的意思 不是一个人的意思 此中大众 你为天龙等 世纪经中所有种意 前面这一段叫做梓铜钳 第二段叫欲差别 此差别者 未如世间善巧的工匠 一所练的金 做庄严剧 诸摩尼宝 盈世四田 甚为光耀 用这些宝珠 做一个庄严剧 很光丽 于三不周 一切金宝 不能应夺 他那个威势 不能够胜过他的 如是此中菩萨善根 前面这是个比喻 这里以下是正面 赞叹这个菩萨的善根 转夫清静 比前面的人 比下位的人更清静 一切身分独角善根 基于下诸的菩萨善根 不能应夺 这是第一课 总变善根的相貌 第二课是别欲慧根 又如日光 多份干节 三不周中 所有慧思 太阳的光明 多数是能够 他这个光的热 能使用三不周中的 这些慧思 都能干了 干节了 欲一切光 不能应夺 其他的光明 你不能胜过太阳的光 不能够障碍这件事 如是此中菩萨智慧的光明 多份干节 一切有情烦恼诸毒 菩萨的智慧光明 能为众生说法 能灭出他的烦恼的毒 如前 所以这些前面说过了很多 很多地方说的 说到这件事 诸神闻等 所有至光 不能应夺 他不能胜过菩萨的光明 智慧的 寿生多作 他化自在天 这是一颗寿生 这位菩萨 他寿生的时候 他多数使到 在预计天的他化自在天 就是预计顶天 祖天王 于能授予 一切身闻 独角现观 方便三桥 说这位菩萨 他弘扬大乘佛法 方便三桥 弘扬小乘佛法 也是方便三桥的 他能授予 一切身闻更新 一切独角更新的现观 对于这件事 他有善窍方便的智慧 能做得很圆满 现观就是四年处观 教导你修四年处 现前观察 这个现观 就是这个法门 他教授你这个法门以后 你就一教奉行去修止观 这样意思 批询记 于能授予一切身闻独角 教现观方便三桥者 未必所作自在 做这件事做得很自在 感觉到很容易 能令一切身闻独角 怀得现观固 就是你跟他学习佛法 并不是学了老半天 学了多少年 好像什么也没学到 不是的 他能告诉你一个 很圆满的一个法门 开始你 这是个根性的问题 根性 他学习大乘佛法 不是 那么就学习小乘法 那么学习小乘佛法 这就是我们古代的 大德的说话 就是唯死死全了 大乘佛法是真实的 能令你得无上菩提 这件事能做圆满 但是你的根性不合适 就为你说了小乘佛法 说了小乘佛法 那么你能得阿罗汉道 然后再回小乡道 就是这样一事 不过都不是决定的 这两种法门 小乘佛法 大乘佛法 你要能够学习 与你根性合适的话 是能得大利益的 不是一定是轻死谁 不是这个意思 所有威力 当之此说 举止百千书 这是第十二课 这位菩萨的威得力 当之此这里说 是举止百千书 这个书是更多了 当之四名略说 菩萨有加行 有功用无相助 第二个皆略义 这是略说 是这样子 这一句话是总说 下面就别说 伟妙方便会 所引世间 尽道圣行 成满得如物 就是你能够有这样 不可思议的方便的智慧 用这样的智慧 你常常按照这个修行 就引发出来 世间尽道圣行 这个世间 也就是你内心的 这样思维观察 它就能够使你的道理有进步 就会有殊胜的德行成就了 成满得入物 这个尽道圣行 成就圆满了 就是得入到 这是第七地 通达如来佛境界 前面是第一课 现在是第二课 能通达如佛的境界 那是第一地了 其无坚无缺 秦家行故 这个第七 远行地的菩萨 它能献起来 它是清净的直观 不坚 没有坚断 也不缺少 而是要精进地去努力 就会出现这件事 那么第六地以前 还没能达到这个境界 伊萨诺 圆正一切菩提奋法 就是伊萨诺 也就是一念 每一念 都是修直观的 都能与第一相应 所以圆正一切菩提奋法 有加行 有加横行 圆满 这是第四课 就是有加行 有功用 这样的修行 达到圆满的境界了 属于这个境界 可见六地菩萨以上 还没能圆满 安利言无不言无故 这是第五课 就是这位菩萨 也还有不言无 但是还有得言无 这样子 伊萨译要清静夜转 一切世间 功效夜灯 这圆满 这是第六课 于他自己的意愿 由这个愿 也做一个清静的功德 就现前了 但是属于一切世间的功效夜灯 都能做得非常圆满 那么他就这样子 在这个世界上普渡众生 带得 无量不供一切身分独教三不地 这是第七课 他带得就是成就了很多的无量数理 不供于 就是能超越一切身分独教的三不地 差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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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灭定 这位菩萨 是差诺 差诺的 都能够入灭定 入灭定 差诺表示 它是很迅速的 就能入灭定 差诺 差诺 就是能相续的 相续的入灭定 那么这个是 比六地菩萨也能入密金顶 但是时间不是很久 这位菩萨的能力特别强 差诺差诺入密顶故 这个小乘佛教学者 叫三果圣银 三果圣银 他得到了成就舍戒四经律 也成就了无舍戒的四经律 灭除了无舍戒四空天 空无变中的事物变中 无水有出天 他灭除这个烦恼 无所有出定的烦恼也灭除了 这个时候他就有能力入密金顶 说是得了舍戒四经律 也成就了无舍戒的四空天 但是你 欲戒的烦恼你是灭除了 但是舍戒无舍戒天 这个四禅八定 你烦恼还没能够灭到那么个程度 你还不能入密金顶的 所以现在是这位菩萨能够入密金顶 那就表示他的烦恼到那么个程度了 这可见 就是他没得舍戒四经律 他得无声发言了 那么得无声发言 他一定要有一个定 还要有慧 要有舍魔陀 要有疲不舍 我才能得无声发言 那么那个舍魔陀 就是没有到舍戒的四经律 没有到这个程度 那么在什么程度呢 就应该是舍戒出禅之前 应该是未到地定 在未到地定里 能够见法性 能见地异地 见地异地 那是披不舍戒的力量 但是披不舍戒要有舍魔陀的支持 要有舍魔陀的支持 那么看出来 那他只是未到地定 进一步到出禅 二参 三参 四参 这个定力增长了 定力增长了 那智慧也强了 这个地方也是有差别 就是你见地异地 也有深潜 而灭出的烦恼 也有多少的不同 但是你想入面积定不行 还没到这个程度 所以都是圣言有差别 定也有差别 智慧也有差别 不能说都是定一 都是一样的 就是凡夫也 凡夫和凡夫也不一样 圣言它也有这些差别 现在说到第七远星帝 他这个时候 刹挪刹挪入灭定谷 定力很深了 现行一切友情 不共世间辛苦 这是第十课 这位菩萨 他能够显现出来的活动 不共于一切友情 不共于一切世间 也不共于神闻独教 他有这个殊胜的德行 善根清净故 他见佛多 见佛文法多 智慧多 所以善根清净故 受神故为利故 这一共是十二课 要广宣说 如实地经 远行地说 要广播地宣说 远行地菩萨的功德 那如华严经 实地品 或者是别行地 实地经里面的远行地 那里有说的 此地菩萨有加行 圆满舍故 这第二课 是实 前面第一课是直 就是直到实地经去了 此地菩萨是有加行 圆满舍故 就是 加行位 入圣位以后 到了加行这样的功德 到圆满地经界了 所以叫做圆行地 就是由凡辅 圣解行地 到经过初地 乃至到第七地 走了这么远才到这个境界 所以叫圆行地 第三课是配 既有此意 当之以名 有加行 有功用 无相助 这个有加行 有功用 无相助 像是形容 像是形容这位菩萨的 修行的境界 这样说 圆行地之后 他的修行很深远了 有很多成就了 意思也是一样 云和菩萨 无加行 无功用 无相助 这是第九课 这个第九课分两课 第一课是问 什么叫做菩萨 无加行 无功用 无相助 他的境界是什么样子 这是问 下面是回答 分两课 第一课是略说 又分两课 第一课是别变相 分八课 第一课是第一译制 第一译制成满的入 分三课 第一课是标经说 为主菩萨 欲出无相助中 这是说 这么多已入圣位的菩萨里面 欲出无相助中 这出无相助是哪里 就是前面远行地 远行地是无相助 因为他能够相续地 在无相助这里住 前面第六 现前地 他多数是无相助 而不能无奸无缺 那么要出欢喜地的时候 那还是有奸缺地 现在这位菩萨 欲出无相助中 就是在远行地的时候 一得十种入一切法 第一课 他成就了 已经成就了十种 入一切法 第一课 是误入 误入一切法 就是第一 这样的智慧 他成就了这个智慧 十种智慧 这个智慧是入一切法 第一的 能证入到第一的境界 其实就这么说 也可以了 大家多说几句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的分别心 接触舍生相为出法的时候 我们的心 是不是也是入一切法 第一的 我们没有 我们就在那个虚妄的 分别的境界上互动 不能入第一 不行 就是虚妄分别的境界 浮潜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境界 我们现在接触到什么境界 就是一个爱 一个正 心里这样活动 对那个境界 或者同意 或者不同意 或者贪心来了 或者沉心来了 或者疑惑心来了 或者高慢心来了 就是这样活动 要是我们常常修止观 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能够假借文字的佛法 去观察那件事 这是言说 安利的一切法 这是虚妄的 毕竟空地 我们可能会这样分别 这样分别 就把这个爱正调伏了 如果你常常修止观 自然是这样子 心就比较清静一点 要是你不努力的话 我今天修 我明天不修 这样子 他这个止观 他不输 我输你 遇见境界的时候 你这个止观不现前 不现前 就是希望 还就是希望分别 这样子 要完全不修 要完全不修止观 那就根本不要提了 我们学习一切实的论 学习圣文的 我们才知道这件事 知道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会 还有一个好处 我知道我不对 我现在的分别性不对 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呀 这样希望分别 要是你学习佛法 也是学了 但是不修止观的时候 你不对 你不知道 你需要分别了 你都不知道 我们从这里才知道 什么叫做佛法兴生 什么叫做佛法衰微 其实佛法永久是兴生的 没有衰微这件事 现在是说是 就是佛法生 这是凡夫生 就是这样 这是凡夫生说的 要是圣生 那就佛法兴生了 才知道这件事 才知道我们有所不足 才知道这件事 如果我们修止观 有点相应了 相应了 它会有一点享受 修止观相应了的时候 它有清安乐 清安乐 这个清安乐 引诱你要精进 哎呀这么好 你们打板我都不去 我还要入定 他就会精进 会精进这样做 如果是净桌 没有相应的时候 没有清安乐 坐那里只有腿疼 那你打板我去净桌 我也不去净桌 我还是跑一跑好 你从这里会知道啊 这个修行的相应不相应 精进且带的差别 知道这件事 知道这件事 但是我们用功修行 要用理智 来引导自己 不应该说是享受 我写要享受 不应该是这样的心情 现在这里是说 卫主菩萨与初五相柱中 是这原型的 这是才开始 他的内心呢 一直是在无相柱里面 安住 这是非常难得 非常殊胜的境界 一得十种入一切法 第一志 这个在初五相柱的时候 他还知道自己有所不足 他还要学习十种智慧 五如第一地 那就是入于五相柱了 入于这个无家形 无功用五相柱 成就这十种智慧的时候 就到第八地了 而这件事如今广说 如十地经 那就说的很多的 那么这个意思 就在这里不说了 不说了 这个批心记 这位作者 他很慈悲 就给我们引来了 一得十种入一切法 第一志等者 十地经上有解释 有说 要菩萨与其地中 善机会方便 我们在家居士 我们这里也有在家居士 但是我们不说在家居士 我们就说出家也能 我这样说话 好像把在家居士和出家分开了 这是我对不住的地方 就是这样说 我佛家读 我们学习经论 学习经论 有可能会有一个要求 我究竟怎么样修行才能够得圣道 可能会有这个要求 我怎么样修行才能得圣道 那么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学习了 从经论上学习 有出国许多文 有二国三国四国阿罗汉 还有大菩萨 出第二地 还是到第四地 还有佛 这些都是圣灵 不是凡福 我是凡福 我怎么样能够得圣道 我也可以是圣灵的 可能会有这个心情 至于说究竟修行不修行 那是第二件事 第一要有愿 我想要得圣道 我怎么样才能得圣道 应该有这么一个要求吧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学习了多少经 多少论以后 你有没有得到修行的法门 有没有得到 所以我在佛学院毕业了 我三年毕业 我四年毕业 我在佛学院十年了以后 我知道怎么用功修行吧 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边不说了 他说第二段的意思 现在这上面说 要菩萨与其地中 善机会方便 这些话怎么讲 就是修行的法门 善机会方便 这个吉 吉则成也 其实在就是学习 你要学习会方便 你才能够得无上菩提 才能得圣道 怎么样修行 怎么叫做会方便呢 就是这样的智慧 是入圣道的方便 可以这么讲 方便就是方法 你学习这个方法 你可以得大智慧 你学习这个方便 这个方便可以得无声发音 可以得地 把不动地 可以成就 无家心 无功用 无向入 可以成就这些智力 那么这样 但是我们只看这个文 善机会方便 实在不知道 怎么叫做会方便 还是不知道 但是 世青菩萨有师的经论 世青菩萨有一部论 来解释这个师的 那么这个地方他有解释 他解释什么呢 就是修两种无耳观 修两种无耳观 俄空观 法空观 这就是会方便 这个两种无耳观 这不是说初地 就是这个圣洁行地开始修 他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乃至到第四地 都是这样修的 但是他有一地 一地的境界不一样 都有进步 由圣洁行地 进步到第二 初地 初地到二地 三地 一直向前进步的 上上 圣进的 就是修恶空观 修法空观 就是这样修行 这一句话就说明白了 叫我们修恶空观 修法空观 就是这样 所以到第七地 到第七地远行地的菩萨 他要到第八地 还是这样修行 就是修恶空观 修法空观 而如果我们读的经 读金刚经也好 说是读楞窃经也好 解释秘经也好 都是告诉我们修恶空观 修法空观的 都是这样子 善机会方便 就是恶空也是智慧 法空也是智慧 就是修习这两种智慧 小乘佛教也是修恶空观 但是没有说要修法空观 在天台志士大师说 阿罕经里也说到法空观 但说的少 说恶空观说的多 所以就是修恶空观 就是现在南哲佛教小哲 他们的文学文件上 我看的是不多了 他们也没有修法空观 也没有这句话 不修法空观 只是修恶空观 也能得圣道 也是能得的 好像在《诗阿罕经》里头 有一天 波士尼王来见佛 说我听说佛陀说一切法都是空的 佛是说了吗 佛陀你说这句话了吗 我说我没说 佛对他访意这件事 这不是怎么回事 阿罕经就是这么记载的件事 《善清静诸行》 这是第二句 《善清静诸行》 这句话怎么讲呢 《善清静诸行》 可见这个《善清静诸行》 不是一堂数理 还是多数理 是什么呢 就是要修 有大悲心 也有大智慧 杯子双运 那就叫做珠行 杯子双运 就是你教化众生的时候 你能够很有成就 那当然很好 你修恶空观 法空观 你在止观里面这么修行 也有成就 也是很好 但是因还有这种问题 没有成就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事 一有成就的时候 是恶慢心就来了 还有这种事情 现在你要常常修恶空观 修法空观 能清静你的慈悲心 能清静你的智慧 你修恶不可得 恶不可得 法也不可得 也就不会有正常慢 就不会有执照 就不会 所以清静诸行 清静你的智慧 清静你的慈悲 这杯子两种功德 让它清静 不要有所得 我很有修行 我很成功 我度化众生很多 总统都是我归于徒弟 没有这种虚妄分别 善清静诸行 而这也是和前面的善机会方面一样 由圣解行的乃至道 十地不是 都是什么修行 善机诸道法 善机诸道法 这个诸道法 前面这个都是道 善机会方便 善清静中心 这都是修行 圣道 而且是第七地 远行力不是在这修行 现在还要学习 善机这个机 还可以说是学习 学习讲 学习也就是训习 训习什么呢 助道法 这个事情不是说 这个助道法是什么 是三十七道品说 你原来是善机会方便 修恶空观 修法空观 现在这个助道法是指三十七道品说 三十七道品不但是智慧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信尽见定会 也有戒定会 各式各样的圣道的方法 你还能够学习 帮助你会方便 清静中心的三十七道品 你学习三十七道品 来帮助你的善机会方便 帮助你的善清静诸行 使令他们功都圆满 没有过失 那么这是三句 这三句是师弟菩萨 共同修行的 圣经行的也是这样修行的 善其大愿力 这是指出的菩萨说的 出的无声发言以后 他发大悲心 去光修佛法 光度众生 善其大愿力 善家如来利家 这个是指第二的菩萨说的 就是那个 真上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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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修学十善法 十六三叶清静 就是十善清静 就是有善的加持 随时善的加持 是如来利家 是佛陀的力量加持他 加持他是连着 按住境界 手持清静皆发 至善根利得利固 这是第三地菩萨 第三地菩萨 就是 三发光地 出积息第二地 三发光地 发光地这时候得了四三八定了 这时候他自己也有成定的力量 使令他的功德增长 所以至善根利得利 至善根利 他自己的善根的力量 得到这个力量的加持 所以他能完全进步 常念随顺 如来利无畏不共佛法 这是第四地菩萨 第四地是颜慧地 颜慧地是能够 他能够为众生说法 而这个时候 他常念随顺 如来利无畏不共佛等 就是他常念佛 这就是念佛的功德 不只是念佛的名号 他还念佛的十利 十五所谓十八不共佛 念这个 念这个同时也是随顺 随顺就是修了 他修佛的十利 十五十八不共佛 这是第四地 善尽身心脚固 善尽身心脚固 这是第五地菩萨 第五地菩萨 他也是还是修恶空观 修法空观的 是令自己的心 身心脚固 身心脚固 就深入第一地 深入第一地是智慧 脚是智慧 同时也有心 心丸和心所相应 误入第一地 叫做善尽身心脚固 这是第五地 成就福德 治利固 这是第六地 这个第六地菩萨 他成就福德 成就大福德的境界 就是大慈悲心的 大慈悲心的 大志在的境界 在度化众生 成就大福德 这是第一谷 大慈悲等不舍一些众生心骨 这是第七地 现在正说第七地 他也是悲至双运 大慈不舍一些众生心骨 这个大慈悲不启舍一些众生 这样教化众生 通达无量 指导国 他教化众生 能通达第一地 成就无量的智慧 那么这一共是十条 前面那三条 是十地不是说 共有的 共学习的 后边七个是一地一地的 加起来一共是十条 世明始终 入一切法 第一的智慧 论一一时 实地经论 这一条一条的就得解释 如比影子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你去学习这个世的经论 为一三世如其所应 本来无生无起足相 这是举了意 前面是彪经说 彪经说 是以得十种入一切法的意志 这是经说 这下边举略意 就是说明 这十种智慧的大意 十种智慧的要意 这是这个意思 为一三世如其所应 这十种智慧 入一切法的意志 善机会方便 善清净诸行 善机诸道法等 实在这里面说的要意 是什么 为一三世 就是说这位菩萨 一三世 这个一三世 就是这个一 可以当观察讲 也可以观察这个三世 过去世 现在世 未来世 如其所应 本来无生无起无相 就是每一法 不论是舍法 心法 众生法 佛法 如其所应 本来无生无起无相 就是这样意思 你还是观察第一 第一的意思 来看这个PQ级的解释 为一三世等者 三世如行 本来无生无起无相 言义有别 事故说言 如其所应 三世所应 就是三世诸行 过去世的 姑且这样说 过去世的五蕴 现代世 未来世的五蕴 是诸行 就是简要 或者说是五蕴 本来无生 无起无相 本来是五蕴 没有生 也没有起 也没有相 本来这句话怎么讲呢 本来是以前的意思 现在 现在我看见 有蛇兽下行识 有眼耳鼻子身衣 有蛇兽下行识 但是本来说以前 就是它从哪来 是过去来的 不是今天才出现蛇兽下行识 它是从以前来的 以前来的 比如说这个人 他今年五百岁 那五百年以前 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么解释 本来无生 那以前那个时候 这蛇兽下行识 是根本没有生起的 也没有生 也没有起 这个生 是出生为生 初开始 现前 叫做生 继续的生 叫做起 就是这样 无相 一生起就有相 根本没有生起 但也就是没有相 所以本来就没有 蛇兽下行识 蛇兽下行识 就这样说 本来无生 无起无相 言义有别 然而虽然三世的诸行 都是不生 不起无相的 但是还是有的差别 还是有的差别 事故说言 如其所应 如其所应 说这个是 这是天上的音 或者是音间的音 或者是有罪过的音 或者是无罪 有功德的音 各式各样情形 有差别 言义有别 事故说言 如其所应 过去未来 幸非是有 现在还是要三世来说 说过去的诸行 按今天来说 过去诸行 这个体型是没有了 过去的事情 现在是不见了 要是我们观察一切法 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 是有生有灭的 是顿生顿灭的 我们从这里 也会感觉到 有一点特别 就是一切法 是一下子陷起的 一下子都灭了 一下子又陷起了 那么我们现在说 今天看这个房子在这里 这是现在一刹多间而已 前一刹都不见了 你想是不是这样 就是现在我们看见 是一刹多而已 但是我们右眼 迟钝的感觉 它继续在那里 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那么再上次说 过去未来幸非是有 过去的 舍受想要是 仰儿彼此生意 舍受想要是 就根本没有 它的体型是不见了 一刹多已经灭了 已经灭了很久了 过去的 是性 它的体型 不是时有的 不是现在 不现在的 不存在的 未来的舍受想要是 仰儿彼此生意 未来还没有现前吗 它也是没有的 性非是有 这样说 事故无生 无起无相 所以过去的舍受想要是 未来的舍受想要是 是不生不起 是无相的 那么怎么我们看见 这是一刹挪 是现在 是一刹挪而已 这个呀 我们这么讲 这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你要静坐 思维 就有一点特别 就是不像我们平常的这种 执着的境界不通 和我们日常的虚妄分别的境界不一样 你修止观的时候 你这样思维 它就有点不同了 过去未来 性非是有 事故无生 无起无相 这几句话你不妨记住 记住 你再做如是观的 就过去的一条都是空无所有的 未来的一条都是空无所有的 你可以这样观 是现在诸行 性非是有 要是从这个顿生顿灭的 这个生灭的情况 去观察的时候 一切只是一刹挪而已 只是一刹挪 不像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里边 虚妄指导的境界不通 不同的时候 现在是过去的没有 未来的也没有 我们应该承认这件事 可是现在一刹挪 现在诸行 现在这一刹挪的这些有违法 他是真实有吗 性非意思 他的体型也不是真实有的 也不是真实的 当然这一刹挪也就没有了 也过去了 但是一刹挪又限期了 就是顿生顿灭 是这个意思 这样子用这是无常观 无常观呢 我们容易明白 容易明白也就容易思维观察 先修这个无常观也不错的 也是很好的 不管是满意的境界 是不满意的境界 你做如是观的时候 它就违反了我们日常的执照 违反了日常的习惯 这不一样 现在诸行 性非意思 一刹挪的言也过去了 言如幻象 生无知性 事故已说 无生无情无相 这个地方这么讲 所以现在这一刹挪 如幻象 如缓思 如缓束 念一个咒字 变现出了个猴来 这各式各样的缓束 所变现的事情 幻象 那就不真实 有而不真实 有而不真实 是这样 如镜中相 如水中月不真实 你要思维 思维它不真实 生无知性 这个生无知性这句话 这个地方和这个 过去未来幸福事有 又不一样了 圣无知音 不一样就是 这个生 可以做两个解释 就是做第一个解释 是现前了 现前了 这个境界很明白的 这里有棵树 很分明的 在这里 就是生 但是它没有 没有自己的体性 它体性是没有的 就像那个幻书所变现出的东西 像镜子里面那个影像 像水里面的月亮 只是这里没有月亮 镜子里面也只是个影像而已 并不是真实有体性的 就是这样 然后是生无知性 这是一个解释 这是一个解释 但是这个 我们再解释一下 这个像镜中的影像 像水中的月亮 这个镜子是什么 镜中的影像和水里的月亮 这个水是什么 这个水里的月亮 比喻着一切有为法 镜子里面的影像 也比喻有为法 那那个镜子是什么 水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分别心 所以我们的分别心 献出来一个树 献出个高山 献出个大海 献出个房子来 就是心里的分别的影像 不是有实在的提醒的 不是的 所以我的分别心 献出一切法来 那这个地方也有道理 我们现在以前 我们是还算好 有一点好心肠 做了可能五戒十三 有一点功德 所以献出银的境界 就献出影像来 有那个业力的帮助 业力是增上缘 业力不是因缘 因缘是内心的种子 简单说就是因缘 在我们心里面献出人的境界 要是你做这个 你的善法的功德殊胜了 那就献出天的境界了 也是在心里面献出来的 也是没有真实体型的 等到那个业力结束了 这个影像就没有了 所以是如水中月 如镜中相 这就是身无之音 所以那件事是显现出来 它是没有体型的 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胜无之音 就是它那个生起的时候 是因缘有的 是依赖因缘才献出这件事来 如果是这个因缘没有 没有因缘的话 这个所称法是没有的 这就是身无之心 它不是有体型 它有自己的体型显现在那里 不是 是依赖因缘有的 它自己没有体型 所以是身无之心 从这两方面看 就把这些事情都看空了 看空了这个事情 你也是要修止观 常常思维 常常是思维 你管修止不行 你管修止 你没有这个智慧 你在什么时候 也修止 但是也修观 常常这样思维的时候 它就熟悉了 熟悉了的时候 遇见什么事情 你这个智慧就出来了 这是身无自信 如水中月 如镜中相 是没有体型的 要观察它身的自信 是完全无有杀法可得的 你这个时候 就没有境界来影响你了 没有一件事来 叫你动真心 叫你动贪心 没有这件事了 那么你虽然呢 也看见了 舍生相为除了 雅耳鼻 虽然看见了 那是如幻如画的 你心里面没有这些需要分别 要成功了 那你就是圣人 就是六横柱法门 这是阿罕经说的 就是得了圣道的圣人 他心里面 他心里面 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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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爱 无证 还有身份境界 心里倒是平平静静的 是这个境界 是圣无自信 这一段文实在是很有意思 就是过去未来 幸非是有 世故无神 无奇无相 现在诸行 幸非是有 言如幻象 圣无自信 你常作如实观 你就有这个佛法的气氛了 你的心里 举心动念 有佛法的气氛 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世故已说 无神 无奇无相 虽然说 不但是过去未来 是幸非是有 无神 无奇无相 现在也是 无神 无奇无相 这就是 你把这个文具背下来 也是这样 视为分别 就是这样 这有什么难 就是你要有的记忆力 有记忆力 你写个纸条都好 揣着兜里头 你要背不上来了 把纸条拿出来看一看 那个老师也不会说 你不可以拿纸条 不会这么说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帮助自己 记忆力 你要常常思维 这些也就记住了 所以我认为 说我不能 那修持观我修不来 这句话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的 当之此一相无自信 故作是说 这句话又是一个事情 这是按照维斯的道理 相无自信 相无自信 就是依据这个 变迹值来说的 变迹值 变迹值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 这是一他起 就是阿赖耶识 因为内心里有无量无边的种子 就是我们 我们曾经 学习了五戒十善 善归五戒十善 所以我们晋升 在阿赖耶识里面 献出了这淫的世界 献出淫的世界是一他起 这是 我们是有执着的 所以我们的 眼是耳是鼻是神是意是 或者一他起 一面对的时候 就心里面献出来 这一切的影像 执着是真实的 这就是编辑资料 那么这个 我们心里面所执着的这些 所生相为出法 叫做相无自信 它的体现是没有的 你执着的这一部分 完全是没有提醒的 完全是没有这回事 就像我们常举那个例子 就是那里本来是 是一个绳子 是个毛绳 盘在那里 我们看见是蛇 这个蛇是不对的 没有不是蛇 完全看错了 就是这一切法 都是如幻如画的 都是像镜中相是不真实的 我们知道是真实的 知道这个真实 完全是没有的 就是相无自信 那个像是没有体性的 无有扫法可得的 是这个意思 故作是说 所以这么说 无生无奇无相 要比那件事的体性 就是我们执着的这一些体性 是没有 没那件事 所以也不生也不弃 没有生也没有弃 要比自相 说明无相 就是那件事 它有个相貌的 它是长的 它是方的 是圆的 是清荒之白也怎么的 这个像来说 就是这个像是没有的 所以叫做 说明无相 就是这个意思 这把这 为一三世 如其所应 本来无生 无奇无相 当然这个 我们是说 要这个蛇法来说 我们可能会容易明白一点 实在不只是蛇法 我们的心的生气也是一样 也是 也是一样 这些都是因缘有的 一欲言行 无常无坏 这一句话又有一个解释 一欲言行 无常无坏 这句话怎么讲呢 我们看这个批询记 一欲言行 无常无坏者 诸行之中 明于云行 这个解释应该是对的 我同意这个解释 诸行之中 就是一切有违法 叫做行 每一法都要种子献起的 诸行之中 他自身 他有他的种子 他献起 当然要按新法来说 他自己的因缘 另外还有真上缘 还有索缘缘 还有等物见缘 现在就说因缘 它种子 明于云生 就叫以云云行 就叫做云云行 这是另一件事了 妄别体相 名为于我 这个云字怎么讲呢 是对着它那个体相 体相就是所生法 就是因缘所生法 就是以那个种子献行 生出那件事 那件事是一件事 那个献行是一件事 种子是又一件事 妄别体相 名为于我 那个种子 对妄别献行的一法 叫做云 就是另一件事 就是种子 没有那种子 没有这件事 但是它们是两个法 可是有关系 有种子是 无有实水转性 事故说言 无成 有比种子 就是在阿赖耶斯 种子就是阿赖耶斯 阿赖耶斯也就是有很多很多一切法的种子 这个无有实法 无有实水转性 这个种子 这个和所生法 和现行 这个现行 要随着这个种子的力量 才能现行 而现行的事情 已经成为事实了 我们可以 可以看见 可以较知道的 无有实水转性 那个种子 也就随住不舍 但是它不是真实的 随顺活动的体性的 没有真实的体性的 事故说言 无成无坏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种子成就现行 现行是种子成就的 现在说种子没有真实性的 就是无成无坏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 你这个道理 在大致论也有这样的说法 大致论 当然不是说种子 就是一切法是有因缘有的 因缘是没有真实性的 也说过这话 事故说言 无成无坏 这个道理还没说完 再继续解释 圣义切佗颂缘 在前面 在前面 在第十六卷那里 圣义切佗颂缘 现在树坏灭 过去诸无坏 未来依种缘 而复兴随转 这个未来 我查到圣义切佗那个地方 叫卫生 卫生一种缘 圣义切佗颂缘 那个宋上说 现在树坏灭 这一切法 在世间上说 有过去 有未来 有现在 现在的时候 这一刹诺 它就坏了 不管是现行的一切法 都是这样子 种子它也是这样子 无量无边的种子 在阿雷伊斯里面 它也是刹诺生 刹诺灭的 树坏灭 现在树坏灭 这一刹诺间 它就坏灭了 过去住房 在以前 以前的时候 就是过去 它已经坏灭了 它住在什么地方 没有地方好住 也是密之不合得了 未来 未生 一种缘 说是 在未来的时候 这个种子 还没生现行 那个时候 这个种子 在哪里 当然 一种缘 当然 就是一之阿雷伊斯 一种缘 未来 一种缘 未生 一种缘 一种缘 但是说 未生的时候 也是不是可得的 不是事实 而复心随转 这个时候 还能说 由心随转吗 随之心 随之现行转 所以这个现行 随之心转吗 你还可以这么说吗 都是不可得的了 过去 也是灭了 未来还没有现集 现在一刹诺间 就过去了 都是没有真实性 种子也是这样子 现行也是这样子 你还能说 你这一切法 一字心随转 对吗 这样子 而复心随转 这是圣义切脱的 这一个诵 下面是长行 解释这个诵 长行十元 要心 与比诸行相应 或不相应 就是这一念心 与比有违法 相应 相应怎么讲 就是同他和和 心与所言定和和 就可以见闻脚子了 或不相应 不行 不相应 就是没能和和 没能和和 你就不能见闻脚子的 这是说 要心与比诸行相应 或者说是不相应 非此与比 或时不相应 或时非相应 不是此心与比 现行诸法 或者时候是不相应 或者有时候 非不相应 不是这么说法 这个事情实在 所以说我们现在 我们能对诸行 可以见闻脚子 我们应该说是相应 但是你观察那一切法的时候 过去已经就灭掉了 灭掉你能和它相应吗 未来还没有现集 你先和它相应吗 现在一刹到 一下子就灭了 你能和它相应吗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要心与比诸行相应 或不相应 非此与比 或时不相应 或时非不相应 如是有圣意故 心虽转性 不得成就 所以你要从这个道理去 有圣意 不是说由我们日常生活的 需要分别心来观察 不是根据需要分别心 来说这件事的 是有圣意 就是一切法子 刹入生灭的 从圣意这个立场来观察的时候 如是有圣意故 心虽转性 不得成就 说我们这个分别心 是随身有违法的活动 我看见它 它现在在 它现在在这里 你可以说这句话吗 就不能说了 它是刹到刹到生灭的 你不能没有法 可虽转的 是如是有圣意故 心虽转性 不得成就 不得成就 这是在零本十六卷十三页 在那里 今说阴心 无成无坏 现在转到这个正题 一遇阴心 无成无坏 那这句话怎么讲呢 准比应是 准着圣意切脱 那个颂的道理 应该这么解释 应该这么解释 是熏悉彼宗 明日为成 这个怎么叫做成的 熏悉彼宗 我们得通过前五诗 有第六诗和那件事 接触了 你心里面虚妄分别的时候 就寻成种子了 不管是贪心 是称心 是无忌心 你心一动就寻成种子了 这叫做成 彼宗断灭 明日为坏 那个种子 它不是常驻的 它的力量是有限度的 它发生作用 它就没有了 就是叫之坏 明日为坏 燕耀圣意 心与诸心 或是相应 或不相应 燕耀这个圣意的道理 就超过我们的需要分别 用佛菩萨所讲的法语 这个立场来说 我们一念明了性的心 或者一切有为法 或是相应 就是我们用 用虚妄分别心的立场 我们也可以见闻脚之了 相应 或不相应 如果用圣意的立场来看 一切法插入间就灭了 你和谁相应 你心本身也是插入生灭的 所以或是不相应 非必禁锢 就是不相应和诸行 相应这些 不是决定的 不是决定的 有事说言 无成无坏 由于这个理由 所以无成无坏 你说我熏成种子了 这些事不能成立 从一切法 插入生灭这方面的立场来说 不能说有熏成种子 那就不能说 总只能生现形这件事 所以 一于阴性 无成无坏 这句话 用这个道理来解释这句话 一地义必竟离言诸之姓事 言说照着影像之音 有体现故 及阴性故 都无所有 前面是 一于阴性 无成无坏 这是要这无常的道理 这种子不成立 讯息道理不能成立 所以 种子不可得了 所以不能说种子成 种子坏 不能这么说 这段文章怎么解释 下边 一地义必经离言诸之姓事 要一他起 前面说是 由种子生现形 现形一三世 如其所应 本来无生无起无相 这么解释完了 现在一地义 一地义的立场来讲 来观察这件事 毕竟离言 这个第一就是元成诗 元成诗是离一切相的 离一切相这句话 怎么讲 就不是一他起 一他起 有生命变化 这些事情 现在元成诗的第一性 是无生无灭的 离一切相的 这个毕竟离言诗 究竟是没有言说的 没有言论的 这话里边 也是有点意思的 比如说我们说 遍际值 一言一言说 有遍际值 一言一言说 我们说 这里有个房子 这里头有个花园 有各种各种各种 这是用言说来表示 我们从这里去 由种子生执着 这是遍际值 现在不按照这个立场说 也不按照一他起说的 就是直接要第一来说 要第一来说 第一本身是离言的 究竟是离言说相的 所以我们用言说 去说第一是离一切相的 那不可以吗 我们要是假借言说 然后这样思维 第一是离相的 那也变成个影像 第一变成你内心的一个影像 那就变成遍际值了 那不是第一 不是第一 但是还非得这样说不合 这样说 做个前方便 引导我们逐渐逐渐的 应是第一 但是你要真实去思维这件事 第一是离言说相的 离言说相就是 无分别字 才能应是第一的 我们要是假借言说去分别 那是需要分别 不是第一 所以是必经离言 毕竟离言 这个一他起也是离言的 但是可以用言说表示 一他起什么就是活跃苦 活跃苦 就是这些事情 他也是离言说的 但是可以用言说表示 但第一可不是 第一言说是 必经离言 究竟是不能用言说的 诸之行是 就是在一切法 在这一切的一他起的一法里面 虚妄分别的 这些有生有灭 这些幻化法里面 有第一的在那里 这叫足性 足之性是 言说照着影像之性 有体相故 既阴性故 读乎所有 这是说 这个第一是有体性的 但是离言 现在说 我又说到一他起 也说到 编辑资料 言说照着影像之性 这句话可以这么讲 言说影像之性 照着影像之性 可以这么分别 言说影像之性 就是 贾力种种的文言 种种的名句 来说 说了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语言 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 我们假借这个语言文字 去虚妄分别 这是言说影像之性 照着影像之性 是什么 照着影像之性 谁是 谁是照着 实在就是心 就是你心的动了 这就是照着 所以那足性 那个行这个字 可以解释 就是心动 心动就是心 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击的 没有体性的 它哪能动 就是我们的心 有此有体性 心是有这种意思 它在动 所以叫做诸心 现在的照着就是诸心 就是我们的心 各式各样的分别心 分别心 也变现出了影像之性 影像的体性 这个影像的体性 照着影像体性 这一些因照着而现出来 种种的影像 这影像的来源 就是你心的照着 心的分别 这是一塌其量 前面言说影像之性 这是编辑字 有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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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个 你言说的体性 是无所有 你心里面照着的一些影像 这前面说 过去的也没有体性了 未来的也没有体性了 只有现在的一刹挪 这是有体性 但是一刹挪也过去了 那这是一刹其 这一刹其说 只有体性 故无度无所有 既阴性 故无度无所有 阴性 就前面那一段话 欲阴性 无常无坏 那就要种子说 要种子说 这样讲 要几个理由来说 一些法都是无所有的 严说影像之性 它本身是没有体性的 就像我们眼睛有病 看见虚空里有画 看见虚空里都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飞 你想什么样 把那东西也扫不掉 那是没有体性的 那是表示 遍极之识 自性空的 照着影像 是要无常义来说 它是空的 你不能说它是自性空 你说它要无常义 刹到刹到密 它就没有体性了 这也是无所有 既有如是 扎眼体性 无流转性 无窒息性 既有如是 就是因为这件事 扎眼的体性 扎眼体性是什么 就十二元起 十二元生 无明元行 行元思 乃至生元老实 这是一个五言 由于是扎眼不清净 因为我们有贪神之的烦恼 所变现的 所造作的 所以是扎眼的体性 扎眼体性 就是流转的体性 就是在生死的流转 相续不断的 这个货业苦的流转 是这样子 现在是在 前面说 有第一第一 毕竟离言主治性 是 你要站在 毕竟离言的 第一的立场来说 你这个扎眼体性 无流转的性 就在上没有十二元起 没有这生死流转 在那个第一的原成实性上 没有这个流转的体性 没有这件事 你在一塌起 现在看见这个流转的事 要在原成实 第一的立场上 是没有这件事的 在上面 是一切相的 这个扎眼体性 就是流转的体性 而在这个离言说的 这个异地上 是没有这个扎眼的体性 就是没有流转性的 无知的体性 也没有流转的停止也没有 要有流转 然后说流转停下来 停止了 现在根本没有这件事 所以也没有流转性 也没有流转停止的体性 这在这个毕竟离言那个地方 这个原成实那个地方 可以这么观察 观察这一些话 都是空无所有的 那个三三昧 那无相三昧就是这种意思 就是无相邪同门 是这个意思 以此无知邪之为因 没有在这个原成实性上 没有这件事 那么怎么有这件事呢 怎么有了十二元上的扎眼体性了 是以此十二元元的无明 这无知 邪之为因 制造恶 制造法 制造长断 由这个烦恼的迷惑 造了很多的业力 为因而成就十二元起的 十二元起是这么流的 这就是一塌起了 在一塌起上说 是有扎眼的体性的 于比利盐 诸有体是 初中后卫一切十分 严平等性 所以我们佛教徒学习了佛法的时候 我们去于比利盐 诸有体是就是于比利益 毕竟离言的原成实性 于比利盐 诸有体是 就是那个原成实性是有体性的 和遍及知识不同的 初中后二一切十分 在十二元起有初中后的 过去的算是初 现在就是中 未来就是后 或者说是 这个十二元起分四个 有四句话 能饮所饮 能生所生 分成四个 就是无明原形 是能饮 十明蛇六入处 处受 这是所饮 爱取有 是能生 生老死 是所生 分成四个阶段 四个阶段 分初中后 就是无明原形 那可以说是初 这个十明蛇 加上爱取有 这是生老死 那就是后二 初中后二一切十分 初中后二就包裹 一切的时间 这个阶段 一切包裹在内 这是延误的 但是在这个 毕竟离言的第一的 原成实性的立场来说 这些延误 既非延误 是离一切相的 就是平等性 是这样子 不管你修行不修行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 一欲真如 无道正如 无有分别平等性 故能处展现 这是佛教徒 能这样用功修行了 一欲真如 通达三自性 通达原成实性的 异地 那就是文实修了 那就是文实修了 文实修了 你成就了 事寻实 事如实志 这样子说 没有颠倒了 正如 这个原成实性 正如了 无有分别平等性 这时候 没有这个修行分别了 就是没有这个编辑资料 这时候 就显现出来 平等性 显现出来 平等无分别的 这个第一地 能处扎眼 你修这个事 寻实 事如实志 你能破除 你的火焰库的扎眼 就是误入一切法 如虚空性 就是误入原成实量 四名词中 略所说异 这就是前面 这个十种智慧 侮辱第一地 智慧的一个要义 四名词中 略所说异 就是 一堆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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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四 六 四 六 四 四 六 四 我把这个念一下来 如是始终入一切法第一字 这是第三课明德入 第一课是彪经说 第二课是举略义 现在第三课明德入 如是始终入一切法第一字 成上品固远行地菩萨 学习始终入一切法第一字 学习到上品的程度了 什么叫做上品 上品极益圆满固 这十种智慧到极益满的程度了 这个时候超过第七课远行地的 扎清静主 就是第七远行地 它还不存是无漏的境界 所以叫做扎 超过了这个第七课远住 得入第八存清静主 就是进一步到了第八地的时候 心里面存是无漏的境界 就是纯清静主 就讲到这里好了 我们下个字幕下来 最后有点准备 最后一个字幕下来 是有点准备的